朋友们我是不是胖了啊 这俩又啥也没干光吃好的了 你看条件上来了 看这是啥 口辣我都买两瓶两瓶买 看到了吗 可口一瓶百事一瓶 条件上来了 再看这是什么 打火机 我朋友从欧洲给我带过来的打火机 简称O机 条件上来了 用上O机了 轴视一下东西 这俩又玩的真爽啊 钱也花完了 尽兴 唐衣炮弹已经给我复食了 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所以今天打算开启一个 为期三四个月左右的长期旅行 打算前往一个远离大众视线之外的一个地方 就是中亚五个斯坦国 中亚这个地方受到的这种关注很少 而且你在新闻里很少能听到关于中亚的消息 同时那边的旅游资讯也很少 但中亚这个地方曾经是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 那边是游牧文化圈 咱们这边是农耕经商这样的文化圈 所以它和华人这个文化圈应该会有很大的不同 具体的区别是什么样呢 我到了以后慢慢跟大家聊 同时我也很好奇这个真实的中亚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以接下来的三四个月 咱们去看一看隐藏在大众视线之外的中亚到底是什么样的 今天前往第一站哈萨克斯坦来自够 出门出门 这里是新疆伊宁 现在是早晨八点半 天气还不错 你看还要找着上学的 我现在正在前往伊犁克运总站 今天坐巴士前往阿拉木头 我听说这趟汽车得12个小时以上 但是我现在开始肚子疼了 艰难之旅正式开启 先去克运站 伊犁克运站 我的车66289 应该就是这个伊宁到阿拉木头 刚才我跟司机也确认了 换钱吗 换了 换过了 这兄弟我刚跟他手上换了12000 他就跟我不认识我了 装不认识我 这兄弟有意思 刚才我刚要走 兄弟 换钱吗 卡萨克斯坦钱 换吗 就这种 这边人口音有意思 微信200 换了12000 感觉有点亏呢 开车门了 上车 坐一下 坐一下 33 34 40在哪 不会是这吧 难道让我跟消防船这一块 40 哦在这40 40是过道 霍尔葛斯坦 哇好热呀 我穿着这个出门的 热死我了 我以为会冷的 哇那个地方好漂亮啊 远处那个是天山山脉 好像是啊 真漂亮 过完海关了 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 在阿拉木屠这一块 阿萨阿阿阿阿这一次 买了个这个 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东西这边凉 这东西还挺好吃 也可能是我饿了 这里边是土豆泥 还有点咸 面是微甜 土豆泥是有点咸 哇我在车上睡了一觉 快到了 阿拉木屠 快到了 还有一个多小时 他们都在这便利店呢 不知道干嘛呢 仇业 这怎么看的像魔爪 500 500是多少钱 喝可乐 看一看 可乐500 500是多少钱 500是8块钱 啊 可乐卖这么快 哈喽 给大家睡觉 啊 玩玩具 啊 好漂亮啊 你看这雪山 上面还有雨 真漂亮 第一次见水沙 漂亮漂亮 到阿拉木屠了 到早了呢 啊 我都最好晚上到了 心里准备了 没想到到早了 五点多就到了 太快了 这一下子不知道该干嘛去了 瞅一眼 阿拉木屠 汽车站 哇塞 这地方果然是前苏联国家啊 电话卡在哪边卖啊 就这个 他刚才跟我说在那边买电话卡 这趟旅程还挺好 在车上碰到几个同行的哥们儿 刚才那司机告诉我们 在这儿卖电话卡 Smartphone 哇他们这个有意思啊 不问是FON 先把电话卡办了吧 有网了就慌了 哈喽 SIM卡 SIM卡 哦 How much 5,000 5,000 5,000 How many Gigabyte 10 Gigabyte 10 Gigabyte 10 Gigabyte 5,000 Anyone Anyone OK OK 都是要买卡的 哇这好繁琐呀 弄了好长时间这个 我感觉过了一年了都 OK 游网了 我刚办了电话卡 这边就来一个人 说这边是 3,500 无线流量 多花了1,500 好气啊 哈萨克斯坦 嗯 Smoke 啊 OK OK 大爷 大爷跟我要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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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地方不让抽烟 哎是大爷混个烟就走啊 哈哈哈 哦他在那儿去抽了 但我听说哈萨克斯坦 不让大街上抽烟啊 大街上抽烟 罚亿万间隔 这大爷够猛的啊 果然本地人 本地人就是不一样 我们这些外地人来了 就是遵纪守法 哈哈哈 这个就是这边的吸烟亭 但我刚到这边发现这边人 怎么长得 跟咱新疆那边也差不多啊 啊 我怎么感觉没出过的感觉啊 好神奇啊 公交车站 你看这边人跟咱 没啥太大区别 有意思啊 我怎么感觉我还在新家 我怎么感觉我还在新家 车上的认识的哥们已经打到车了 我在这等公交吧 公交车便宜点 但这边是公交车好难做呀 全上面全是俄文 啊 这个车是雨通 上来了 哦 好 谢谢 哈萨克斯坦 EMB 找了我300 看来公交车就200 哈萨克斯坦公交车 兄弟们我现在完全摸不清楚 他们这边公交车的卖门在哪 完全不知道怎么下车 上车交钱我会 这下车该怎么办 他们都从后门上车 然后刚才这边过了一个人 再说刷卡 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按这个 按一下试试 我快到了 小医生 直接给我停了 还没到呢 啊 还没到站就给我停了 不是这儿啊 哈哈哈 我还以为按一下 然后他会下一站停 没想到我刚按完 他就给我把门打开了 让我下去 我盯的轻女士在这儿啊 这儿没有啊 高屋登 就这儿啊 哈喽 22 22 22 ok thank you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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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位置好硬币啊 啊 这 他怎么给我一个这个啊 ok ok tower ok thank you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在床上一遍 我那个人赶走后让我 让我住在那儿 好诡异啊 好热啊 好热啊 这地方 这地方好像得自己套这玩意儿 这我哪套过呀 不会呀 好热啊 弄了一年 终于弄完了 换个衣服 我把行李放到了清旅 甚至白天出来溜的圈 我本来都做好 半夜到这儿的准备了 没想到提前到了 我不知道该干嘛去了 先去取点钱吧 我刚到这儿一切都非常的新鲜 我给你们看啊 这个地方 他有三条马路 你看这个是走汽车的 前面那个 这个是应该走自行车的 这个是步行道 有意思吧 他格子还捞远了 我在地图上看到这边有个银行 到银行旁边ATM取点钱吧 这边的银行都好有特色呀 这是银行旁边吧 有银行吧 有银行 其实在这种商城附近 我刚才搜了一下 到处都是ATM 但是这种孤立的ATM怎么说呢 我之前有过经验 我在老窝的时候就被吞个卡 那个银行旁边的话被吞卡了 你就可以直接进银行去取那个卡 兜里有钱真的一点也不光了 哪哪都敢逛了 其实这边的住宿还是不便宜 我住的那个清旅属于便宜的 大概80人民币 但是这边绝大部分的清旅 都是100块钱左右 酒店那就更贵了 300人民币起步 因为这边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打仗嘛 大概有个十多万俄罗斯人 他来到了这个乌兹比克斯坦 所以这边的酒店价格上涨了不少 哇这地方人好多呀 好漂亮啊 这边还有个小米 这边全是人 人真多呀 这应该是个商业中心步行街那样 我在地图上看的是全是人 大家茶余饭后说要消神的地方 这边真有闲 这边到哪都有这种小凳 这种小凳 这什么 这是垃圾桶吗 哇他们这个垃圾桶好别致啊 哦这个地方叫这个 Walking Street 步行街 哇这边晚上真漂亮 天黑了 一转眼天黑了 这边谈恋爱的年轻人们 这什么 这安踏吗 好像是安踏 真漂亮这地方啊 前面还有表演 球眼去 这应该是传统的哈萨克传统的乐器 这个就是随机喷一个幸运路人 朋友 这边真闲啊 这边怎么这么多人 全是人 这边又是一个表演的 看完怎么全走了呢 人怎么一下全散了呢 是不是下班了 我操了 哇 昨天晚上太累了 一觉睡到大早晨 这不清街 早晨就开始这么多人 人挺哭啊 这是什么 这是人进去吗 哦不是 人进不去 早晨起来先吃个早饭吧 快饿死了 这有个本地餐厅 哎我昨天晚上就发现了 这边真的英语沟通不了 都得 这样想吃什么拍个照 哇 哇 这个挺好吃 这包子也挺好吃 但有点太多了 看看吧 点两 这应该是个本地餐厅 好像得在这排队 这应该是鸡蛋牛肉饱那种感觉 这个是碗的 碗总大哥 这个是鸡蛋 披萨 哇 本地餐厅可以可以 很有食欲 这上面菜单根本看不懂 哈喽 哈喽 啊 木子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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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说说他没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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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吃那个那个比较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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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看我这是一机应变能力 他说没有的瞬间我就跟前桌点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这看着 这看着不错呀 兄弟们 这个就是哈萨哥斯塔传统的早餐 我不知道什么 应该是本地人愿意吃的 我跟本地人要的一模一样 尝一口 这个粥吃起来就是有股酸奶粥的那种感觉 你看兄弟们旅行博主都难 我吃啥都得吃完了以后想一想怎么形容这个东西 然后再拍一遍假装第一次吃 呵呵呵 这酸奶粥 一般就是酸奶加大米饭那种粥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那种油炸的那种面包 这里边还有果酱 这个面包一般 这个粥也一般 但是我跟你说 它两个加到一块 无敌 这口这个 再吃一口这个粥 嗯 完美 这早饭还挺便宜的 一千间个差不多十五人民币 其实跟咱们的国内差不多也 两国内吃个饭也十五人民币啊 那说实话一道早餐让我吃个面包 还挺不习惯的 这是什么 这上面的小人真吓人吗 兄弟们 呵呵呵 你看这小人 模特儿真吓人 有点像GTA里边的人物 沉浸式玩GTA 你看这孕妇 哇 有意思有意思这个地方 哈萨克斯坦这边的树双真有意思 你看 在这给我飞稳呢 你看 飞稳 亲我一口 果然是游牧文化圈啊 鸽子在这都跟羊似的 吃草长大的 你看咱们吃草呢 这哥们 沉浸式吃草 你看我把箭举到这他也在吃 这草啥味啊 看这么香呢 就是普通的草 他们愿意吃草你看 哎 吃个草 呵呵呵 这鸽子还吃塑料 那边有个塑料 他刚才给吃了 然后给吐出来了 地上好臭啊 是这沙发吗 哇 哦 这边有个垃圾蛋 垃圾垃圾堆在这儿 哇 这个 好漂亮啊 这个房子 哇 就纯苏联式的小区好像这边啊 这边还有个足球场啊 哇 可以可以可以啊 真漂亮这地方 你看前面还有小孩的滑梯 小孩在那玩呢 好有年代感啊 在这多看一会儿 看这个老小 哇这怎么还有个狗呢 吓死我了 纯苏联式的老小区 哇有只狗在旁边 好吓人啊 还好他绑绳了 我吓一跳 哦 哈喽 我刚才看的时候 他是绑着绳出来的 但是 吓完了 但是哈萨克斯坦这边 有一个非常让我欣慰的事情 就是这边野狗特别少 基本上没有 这是刚才那个小区的正面 真漂亮 真漂亮真漂亮 真漂亮 早晨吃面包没吃饱 再来吃个饭 我还是饭老大了 喝口碗 这边吃饭 木子呢 OK 嗯 这边点菜真的毫无障碍 兄弟们 看 值呢 哪个就上来了 哇 这锅饭太香了 早晨还是得吃点饭 光吃面包 根本吃不饱 这个就是羊肉串 真爽 更大一颗 赶上勺子这么大了 这个羊肉串吃起来啥味呢 这个羊肉串吃起来就是 就是新疆块 但是它没有酸味 新疆块也没有酸味 新疆块也没有酸味 新疆和这边应该都是 那种绵羊 吃的绵羊 咱内地吃的是山羊 所以有酸味 这个饭是牛肉手抓饭 这手抓饭挺甜的 但它不是那种放糖的 而是它这里边有佐料 你看 这些东西都是甜的 还有 应该是葡萄干吧 还是什么 挺甜的 你看 这边甜 它这边你看 没有什么苍蝇什么的 就蜜蜂肚 你看 干什么蜜蜂 来我这采蜜来了 看我这采蜜来了 干嘛 吃完饭了 我吃饭的地方在对面 发现了吗 这边人是会让新人的 看到了吗 我昨天就被让了一波 我都有点不适应 哈哈哈 老夫被让有点不适应 这饭馆旁边是本地著名的农贸市场 绿色巴扎 Green Baza 巴扎就是市场的意思 咱进去溜那一圈 看看农贸市场都卖啥 咔嚓看看这边的 这边就是一个传统的市场 哎我真喜欢逛这种市场 这都卖的什么啊 小罐子 全水果 这边水果人区 500 500一筐吧可能 这个西瓜也太大了吧 香蕉100 那个150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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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1200 他那应该是卖一滴了 土豆250 200 他这应该都是M格买的 西红柿250 这是干果 他卖干果真多呀 卖干果老多了全是卖干果 我不怎么买水果 但是我感觉中亚这边的水果应该挺贵的 因为没有地方种 像那个牛羊肉什么的这边便宜 因为他们这边都是那种牧民啊这样的地方 所以他这边的牛肉还有羊肉还有鸡肉应该挺便宜 这边区域怎么这么空旷啊 没什么人 这应该是卖肉转区吧 不知道 有没有洗发精啊 哦买个洗发精吧 哦 shampoo panting a small one do you have small 哦 y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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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hower d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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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y is shampo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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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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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二十 四十块钱应该差不多 ok ok 我还以为一千三呢 我说怎么这么便宜 原来它是一个一千三一个一千二 沐浴露啥的我应该也不用买了 因为这东西沐浴露 hell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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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浴露啥的应该不用买了 因为我用洗发精神去洗澡就行了 好 豆腐 ok thank you 这还买小菜的 有点像我家那边的 严吉的市场 严吉西市场的感觉 这应该就是卖点什么五斤啊 之类的这样的东西 卖衣服的 卖衣服的应该没什么可看的 它上面也没标价 这边还有卖练习刺的 卖这个小书 这边也是 练习本 其实中亚之前 我本来是打算 学好俄语再过来的 毕竟这边之前是前苏联的加盟国 不会俄语不太好走 但是我在家那边玩了一个多月 也没认真学 我就会说个你好再见 什么多少钱这些 算了算了 我边走边学吧 慢慢来吧 这边其实你说俄语的话 是基本上通行的 但是有的那种哈萨克族 你跟他说哈萨克语 他会非常的高兴 这点挺有意思的 我在这边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你看现在人特别多这边 但是这边的人怎么说呢 这边声音说话的声音都好小啊 我都不好意思大声说话了在这边 其实我对哈萨克斯坦这边的第一印象呢 这边的人好像不太爱笑 跟咱们那边是差不多的 和东南亚区别还是挺大的 我在东南亚跟人打招呼的话 他们都会回应我 但是这边 我从早上 从昨天过来 然后 一直到今天早上 我在亲旅的时候 我跟人打招呼 他们基本上就是 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怎么说呢 不是那么热情 但是你跟他聊两句 你跟他聊两句 他这边又开始跟你 告诉你这个 告诉你那个 啥都告诉你 我对哈萨克斯坦 就是这个第一大城市阿拉木族的 还有一个第一印象 就是这边到处都是绿色的 我溜达了一圈 到处都是这种小树林 小公园 而且空气也特别好 你看蓝天白云的 像我小时候的东北 中国护照在这边免签14天 想旅游的话 好像时间还确实挺紧凑的 我考虑14天呆满以后 我再来一趟吧 这地方应该是整个阿拉木族 最出名的景点之一 叫升天主教堂 名字怎么这么奇怪呢 它叫升天主教座堂 名字好难读啊 它是不是翻译错了 谷歌打错了 应该是什么 升天主教堂吧 可能是谷歌翻译错了 这边好多鸽子呀 全是鸽子 鸽子都生鸵了 来喂个鸽子 这鸽子一个个的也太肥了吧 你看小孩跟我有一样的爱好 帮鸽子锻炼身体 鸽子怎么跟着我啊 老吓人了 什么意思啊 啊 卷点跟着我啊 小马 真小啊 这小马 还生气了 这也太漂亮了吧 它这雕刻啊 你看 栩栩如生的 这个人冲在前面 刚才是不是过去一条狗 哦 小狗没事 真漂亮真漂亮 这个地方太宽广了吧 有点那种气势彭博的那种感觉 你看这雕刻 真漂亮 漂亮漂亮 这些人真有生活 打上拍球了 今天是不是要下雨了 我感觉要下雨了 这视频拍的有点长了 要不然就拍到这吧 多谢大家支持 也请大家多多点赞 支持我做更好更真实的视频内容 多谢大家 视频的最后 我给我自己的3.0到4.0之路做一个总结吧 因为我看到很多同行在看我的视频 而且很多都是这种新手的博主 其实各行各业它都是殊途通归的 我把这个升级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感觉掉雨点了 我还是回去吧 其实这次升级呢 更多的是心理层面上的升级 因为我最后一期大家也可能看出来了 我当时一分钟都不想拍了 我到现在已经两个月没拿相机了 现在拿起相机都有点陌生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开始挣钱了 我之前视频说过我的收入 一直都是温饱的状态 我从孟加拉国到缅甸以后 一切就开始变了 钱也开始越挣越多了 尤其是那几个宣传片上映之后 像孤独一致失去的它上映之后 我东南亚的视频全爆了 当时最高峰一天都开始一千多了 我当时每天都在看我的那个收入 好几遍一天看好几遍 我都不去想如何拍视频了 而且我已经当时搞不清楚 我是为了挣钱拍视频 还是为了最初的理想 最初的爱好 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经验 当你把爱好当成一个赚钱手段 那你会失去你这个爱好 我以前喜欢打游戏 但是后来打游戏开始挣钱了 我就失去了我的爱好 我也不太爱打游戏了 这个算是众哥的人生经验 我其实最初拍旅行视频的理想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充满剧本的时代 自己真实出去走来看一看 所以我想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的 同时我也知道 大家有一部分人有这个需求 顺道我就给大家也拍一拍 我不太想被金钱所左右 因为旅游国主如果被金钱所左右 为了赚钱很难走过 很难走完这100多国家 赚钱和理想是无法兼容的 前面好漂亮啊 你看西洋西洋西下 我打算去前面吃个什么汉堡包之类的 然后再见 谢谢大家